好 今天試這個GS200T 其實GS呢 它當然在Lexus車系裡面 感覺是比較前衛運動風格一點的中型房車 那跟IS有變得更放大 但是風格上還是比較前衛 比較跑格的 那外型我想沒有問題 真的非常的搶眼 那包括這個F-Type 前面的水箱氣壩 就是網格狀的 然後它的車頭燈如果是F-Sport的話 那三顆像LED那種造型 還有一個迴旋標示的那種LED日行燈 其實非常的眩 很好看 那當然一上車看到今天是這一款F-Sport 這個紅色的內裝 那一上車之後呢 坐下來馬上感覺到這個腰靠 馬上嗯 夾一下 它這個顯然是有這個腰靠調整功能 上車就夾到你調整的位置 可是你要下車的時候呢 可能就開放一點 讓你比較方便移動 好 那車內的一些設施 其實當然跟Lexus最近推出幾款新車 很多部分是雷同的 包括這個非常大尺寸的螢幕 然後包括這個多功能的儀錶板 那這個抬頭顯示器 還有呢 這個中央扶手前方的這個 Lexus專屬的這個操作的這個 我們可以說它就是滑鼠啦 那在上路前呢 我想先做一個設定 就它這個在這個主畫面裡面有一個設定 然後設定裡頭 當然我最感興趣一定是車輛的設定嘛 因為它這一個GS車款呢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有一個Drive Mode Customization 就是駕駛模式的一個客製化 包括有Power Tramp 動力 你可以改成Power啊 或者是Normal啊 這個我相信就是油門的反應 跟變速箱的一個反應 會藉此做調整 還有呢 Shacy 就底盤的部分呢 它這個部分也是有Normal Normal跟Support的選擇 那底盤它可以做動作的應該 包括避震器可能軟硬可調的阻尼 那也可能包括方向盤的這個重手跟輕手 甚至持筆都有可能呢 在這個系統上面去做改變 那為了去了解它的比 比較它的差異呢 我現在都是在Normal 我都調整台Normal的情況之下呢 來行駛 看看狀況怎麼樣 好 那我們先上路吧 好 我們現在上路 然後設定都是在Normal 不管動力底盤 都是在Normal的情況下 先試試看 那當然Lexus的車 這個不用講 大家也知道 一開起來這個行路感 是很舒服的 那這個GS呢 它除了舒適的感覺之外 我覺得避震器 它是有可變阻尼的 我現在還是Normal Normal的情況 顯然底盤是屬於偏硬調 偏硬調 Q度也不錯 那讓我回想到呢 之前我在試 ES的時候 曾經跟各位報告過 以前有一位車界的朋友 多年前 跟我講說 現在Lexus的車不一樣 那開起來呢 操控是很好的 完全是歐洲車的風味 那我一直以為它講的是ES 所以我上回在試ES200T的時候 其實我對 怎麼講 就是說 不太能夠把我試的感覺 跟我那個朋友告訴我的 那種變化 能夠比照 我覺得ES基本上還是 蠻軟的一個車 就是舒適 家庭房車 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想 可能是因為我當時有耳背 我聽錯了 我想那個朋友指的應該是GS吧 因為這個車子 這GS顯然從裡到外 都是非常具有運動風格 那這個路感上 現在已經感覺出來 顯然是非常有跑格潛力的 那動力上的話呢 現在在一般的路面上行駛 它這個2000cc增壓 那這個增壓引擎 當然我們重複很多次了 它這一顆 我想同級穿 都是用同一顆 很多的這個高科技的堆疊 在這顆引擎身上 那產生出的馬力扭力 當然都非常的好 200多匹 35多公斤米等等 但是我一整在意就是說 這顆已經在不同的 Lexus 車系上 它的遲滯方面的表現 到底有什麼 什麼樣的差異 那之前感覺是在 IS200T 發速變速箱呢 我覺得遲滯 感覺是蠻明顯的 然後呢 到RX 這個 LSUV 反而是這個遲滯的現象 還比較緩和一些 那我現在在開到這個GS 也是200T 也是同樣一顆引擎 那也是8速的 那RX還是6速而已 這是8速的 8速手自拍 那剛剛這樣開起來 在一些道路上的加速 遲滯還是感覺到 但是目前的行駛狀態上 覺得還不是非常的明顯 還是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再來就是它這個底盤 我剛才講可以做一個底盤的設定 但是其實它不是可以設定很細 它只有讓你選擇 Support 或者是Normal 或者在動力上可以選這個 ECO Economy 就是經濟選項 但你不能做一個細條 微條 它是一個Concept 一個Supported Concept 或是一個 Normal Concept 它是一個套件 它不能你單獨改什麼東西 我想這也是一個安全的考量 好 那這一個前置引擎 後輪驅動 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 最好的一個傳動方式 那GS的話 前面雙A倍 後面多連桿 這樣的一個複雜度 箱形也算很高 的一個懸吊系統 然後又在一個前置後驅的一個非常好的基礎上 我認為這個車子呢 它的潛力應該是非常無限的 就看你怎麼樣去設定它 賦予它怎麼樣的一個使命 好 那在這樣一個非常良好的底盤架構底下 那當然就會可以比較減少發生一些失控的一些狀況 那除此之外呢 這個Lexus呢 最近推出這個所謂的Lexus Safety Plus 裡面有幾項是大家熟知的 比如說這個碰撞預警 前方呢 這個主動跟車啊 跟前方的距離能夠固定的去保持一個安全距離 然後呢 就是車道偏離 警告 甚至修正 這大家都很清楚了 但是呢 這個GS呢 它有另外一個附屬的很特別的功能 就是我們之前常講說ABS ABS意思就是說 當你急踩煞車 輪子呢 可能會鎖死的時候 ABS作動 讓輪子有一定程度的滾動 滾動才有抓地力 讓這個時候呢 你去閃躲 閃躲前方障礙物的時候 是可以 可以閃躲的 那今天這個動作 在GS上 它發展到 就是說呢 它透過 因為它這個 這個方向機 是可變齒比的嘛 當它這個 前方預警系統 啟動的時候 這一瞬間呢 它也會放大 方向機的齒比 讓你在這一段 減速又閃躲的時候呢 方向盤的轉角 可以更靈敏 更快能夠閃躲物件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一樣在這個預警系統 開始產生作用的時候呢 除了方向機 改變齒比之外 它的AVS 就是它的這個可變阻尼系統 也會在這個時候呢 去配合這樣一個極端的狀況 因為你看最後可能 很快的打方向盤嘛 那這個時候呢 避震器如果說 沒有瞬間調應的話呢 可能會造成一些失控 所以就這兩個東西呢 也是在這個預警系統 發生作用的同時呢 同時那就是幾毫秒的時間 啟動這兩個功能 那在安全上呢 顯然更進一步 那就是這個F-Sport呢 它這個頭燈 看起來很特別嘛 這個LED的這個頭燈 它可以主動的去 依照前方的 來車的這個照射 去主動回避掉 回避掉呢 可能照射到對方的一個狀態 自動調配 這東西呢 當然每一項呢 都會對你的行駛安全 有非常正面的一個注意啦 所以目前為止呢 我們在上山之前呢 我想這部GS 就是在原有的Lexus的舒適 然後呢 操作方便救手的這個條件底下呢 的確 又是給付了一個 讓你很有想像空間的一個跑車風格 然後呢 最後要講 還有一個很棒的 就是它 其他車款都有一個 引擎自動起閉功能 當然 這個很多環保的理由啦 然後Lexus這個部分 也做得比其他車廠好 它熄火再啟動的時候呢 其實頓挫感是非常輕微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啊 我個人是 還是很不喜歡那個東西 如果可能的話 我對把它解除掉 那GS呢 果然啊 它也是 不枉費 它這個是 具有跑格功能的車子 它這個自動起閉功能呢 在GS是直接就取消掉 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 直接告訴你說 這是一個 跑格 跑格風格的車子 好 那我們現在要走一段山路 那希望我前面講的這一些部分 然後給我那麼多想像空間 它能夠讓我真正的 有感受到這一種跑車風格 好現在已經跑了一段小山路了 那還是在normal的一個狀態 那有撥到S檔做一些這個 退檔補油的動作 那它當然是有補油動作的 這個沒有問題的 只是呢 它的這個防滑系統 介入實際蠻早的 所以 不太容易 真的去 感受到它真的尾巴甩出去的狀態 那當然在這種路況 我們會安全起電 還是不要去刻意的把這個 防滑系統關掉 比較保險 那我現在 把這個設定 再設一次 把它設成這個 support的狀態 看會不會有什麼改變 好現在 Hotrain 跟這個 Tracy都已經調成support了 然後呢 這個地方旋鈕呢 也把它轉成support plus 那其實一上路馬上感覺到 這個方向盤 是感覺比較重手一點的 然後呢 更明顯的是避震器 變得更硬 變得更硬 這個是更明顯的地方 好 然後呢 在過彎的時候呢 尤其你在彎道啊 特意加重油 你會感覺到 它這一個 我剛才講 那個防滑系統 介入的時機 前來又比較延遲了 就是呢 就是呢 讓你啊 要 去感受它這一個 很優異的底盤 前置後驅 然後呢 前 雙AB 後多連桿的這個底盤呢 你要感覺一點那一種 所謂尾巴帶出那種快感 它會給你一點 但是呢 你放心好了 它不會給太多 因為這是Lexus的車子 因為我一直強調 它這一個 基礎架構非常的好 就是這一個前置後驅 這個底盤架構非常的好 好 進彎前退檔 好 這一個大馬甲彎 當然啦 就是 它這個 遲滯的現象 還是有一些 但是呢 說實在的 它 不是很嚴重 然後呢 它遲滯的那一個 每次發生的秒數 其實非常的規律 也就是說你只要習慣它 你比你預期 再早一點點把油門踩下 其實那個動力 就會在你 預期的時間出現 好 所以我覺得 這個 這個部分 這遲滯的部分呢 它的表現 就比 IS200T 來的是好的 這種防滑系統 分段式介入呢 我覺得真的是很棒 因為之前我開那一部 BMW E39 N5的時候呢 我就一直有這個困擾 因為那個車彈 動力很大 5000CC 手拍 但是 你如果說是在 防滑系統啟動的時候呢 它就很快就介入 有一點 尾巴有點打滑 馬上就關油門 馬上就關油門 甚至鎖煞車等等的 讓你覺得好像 非常的受限 一有一點狀況 馬上就縮起來這樣子 但如果說你把它關了 哇那很可怕 那後輪驅動 扭力動力都很大 很容易就甩出去 那現在有這樣一個分段式的 它分段 不僅說 防滑系統的介入 會分段 然後呢 方向盤的輕重感會分段 然後呢 變速箱的換檔時機 也分段 連這個底盤的避震器的阻尼啊 都分段 那當然 我剛才講 那139N5呢 跟這個 Lexus GS200T 但是完全不同 世代的車子 齁 只是我要強調就是說呢 在現在的這種 現代的車子裡面 因為電子科技和這些 車輛工業的結合 發展到現在呢 使得呢 我們現在的駕駛人 真的是比較幸運的 你可以呢 不需要透過 非常 你說完整扎實的一些 這個駕駛 或課程的訓練呢 其實你就可以在車上 在它給你的一個 安全環境之下 去體會 體會一些 所謂這個賽車手 常常在談的 這個重心轉移啊 這個 推頭甩尾 然後呢 這個 重量的一個 前後分配的均衡啊 等等這些東西呢 都可以透過這樣一個狀況呢 去慢慢體會 這個真的是很棒 好 今天試了這一款 GS200T 當然成為我剛才前面講到的 這是一個 前置引擎 後輪驅動 前雙A倍 後多連桿 幾乎是 全鋁合金底盤的 這樣一個設定的車子呢 這一種體質的車子呢 它的操控性 絕對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再加上這麼多的一些 電子輔助裝備啊 可變阻尼也好 翻炭盤 磁筆可變 變身箱 換檔邏輯可變 甚至呢 還可以在一些極端狀況的時候呢 瞬間改變磁筆改變阻尼呢 讓你能夠迴避一些 這個障礙物喔 這些當然都是對安全很有幫助的 但是呢 它本身的一個性能熱血的這一種 特性喔 我覺得在這一部車 不管從內到外的話呢 可以說展現無遺啊 但是 對我來說啦 我覺得這個200T的引擎 你看它的峰值馬力扭力 當然驅動這個車子 其實是非常油潤有餘的喔 只是大家都知道呢 龐德個人一直喜歡 這一種大排氣量的NA引擎 除了說 輸出線性比較好之外呢 另外一點就是 你在於它的油門的掌握上喔 是感覺是比較容易習慣的 那這個車子呢 如果說它裝上了V6或V8的大排氣量引擎 我們知道實際上它也是有的 只要不是200T往上的話 其實是有的 相信呢 龐德一定會非常非常的愛它 但是呢 又讓我想到 之前呢 我們開這個BMW M3的時候呢 有人就說 其實應該開318 318是小M3 然後呢 我們在一些比如說 跑山道路面的時候發現說 欸 其實318跑起來 不見得會輸M3耶 為什麼 就是呢 如同這個GS200T 它小引擎 相對呢 前後的配重其實更為理想 它如果說放了V6、V8大引擎之後呢 頭增加了重量 反而呢 使得車輛的前後重量平衡沒那麼好 所以這真是兩難啊 就是一半 會徹底下 你以前當然是搭配的 在哪兒 也不是搭配的 你以前不想得到 在那兒 那兒 你以前不想得到